2020东京奥运因为疫情的关系确定延期到明年 对此体育署也祭出了因应 像是原本预计9月底结束的备战训练将会配合延后到奥运结束 而原本就取得资格的选手们资格不受影响 但是选手的心情难免受到影响 因此除了防疫防伤相关人员都准备好之外 也安排了心理辅导会跟选手们一起渡过难关 备战2020东京奥运选手们上井发条全面训练 不过武汉肺炎疫情似乎还看不到终点 为了保障参赛选手的健康和安全 东京奥运决定延后一年体育署积极盈应 配合东京奥运的延期自动延到 我们东京奥运都完成比赛之后才结束 当中有包括黄金计划的选手 还有我们整个组团计划的选手400多人 我们通通都会配合延期 体育署表示除了组团时程 后勤工作配合调动 原定9月底结束的备战计划 会配合延期到奥运比赛结束 强调已经取得比赛资格的选手都不会受到影响 而相关选训会按照机制来 有可能配合时间延后 而原本就要参赛却突然延后 选手心情难免无畏杂成 郑奥运之前可能在课业上 还有一点受伤 所以他的动力训练的计划是延长 所以这样看起来 以他来讲的话 应该对他稍微是有利一点 有一年的时间 至少在选手年纪上 可能会产生一些泰湾的问题 教练表示 标昌部分郑造村多了点时间备战 能准备得更好 而桌球一直都在最佳状态 奥运延后不受影响 不过少数选手恐怕面临年龄问题 跟体能状况有换降可能 另外曾说东京奥运会是自己最终站的 局中好手郭信纯也透露 延后对选手是挑战 但会按部就班防伤防病继续努力 将军将军安身小组才会报道